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次的TensorFlow的学义当中来 这一次呢我们会讲到TensorFlow当中的Session 上一次呢我们说到的Session它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东西 但是也就是一个对话的控制 那我们可以用Session.run这个语句呢 用来执行我们图片上面 我们已经创造好的结构上面的某一个点的 某一个小图片的功能 比如说我Session.run让输出一个结果 Prediction的话它就会输出我这个Prediction 我Session.run指向的是一个 比如说我一个参数的话 它就会输出我这个参数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例子吧 首先我们要inputTensorFlowstf 然后呢我们建立两个matrix 我们来输出一下这两个matrix的矩阵的 Ax2呢就是一个两行里一列的matrix 然后这样子看的话大家容易看得清楚一点 那大家都知道呢如果矩阵的乘法的话 它输出的结果就是3乘以2加上后面的3乘以后面的2 那就等于12对吧 那我们就用TensorFlow的这种形式呢输出这个结果 就是它中间的这两个矩阵呢我们就把它一一列出来 把这两个矩阵放到这个乘法的原则当中去 它就会执行这个矩阵的乘法 那大家如果很熟悉的话呢 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在囊牌当中呢用矩阵的乘法 就是dot dot m1 m2这种形式 那这个就跟囊牌当中的这种形式是类似的 大家可以有一个囊牌的转接口 然后呢有两种形式去用我们的这种session的绘画控制 第一种形式呢method1第一种形式呢就是session 我们之前的那种形式一模一样 tf.session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session呢 它是一个object它一定要被大写手字母 定义好了我这个session以后呢 我的result呢就要从session的run里面去取得出来 session.runrun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productrun一下 run一run执行一下 然后它就返回了我这个product的结果 每run一次呢tensorflow才会执行一下你这个结构 这就是我们tensorflow的一个思考模式 然后再printresult 然后session.close close其实有跟没有差不多 如果你有的话呢它就更为整洁或者是系统一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先执行一下看它会输出什么 这是我们上节课的 你看它就会输出这个12的结果 那另外一种形式是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个comment起来 comment起来 不执行它 然后method 去 另外一种形式呢 如果大家知道 pithon当中有一个语句叫做 with with什么什么什么 open什么什么 你用pico的话呢 也会用到这个with语句 tf.session 这个就是说呢 我打开了这个session 然后以这个小写 短一点的名字命名这个session 然后我就不用去管我有没有关上它 它运行到最后呢 它就自动给关上了 因为它是跟这个for循环一样 它是在with这个语句之内的这一些语句 那我就是result2 就是session.run product 那我们的print result2 然后你玩了这个session呢 如果你想运行其他的语句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打上你想要运行的语句 session里面这个语句呢 它就自动被close掉了 这个session呢 它就自动被close了 你就想象它已经帮你运行了这一步骤 所以你可以完全不用考虑的 开始你后面的这些程序 那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第二种方法 它也是打出了这个12的结果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session的两种打开模式 那下一次呢 我们会继续讲到tensorflow当中的variable变量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欢迎在下面点赞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会有更多关于tensorflow 或者是机器学习 还有一些基本的课程 谢谢大家 拜拜